小游酷玩 然后他这个车点是这种老爷车的感觉 不好被命中了 咱们这个人物最是这个技能化了 是放地雷 然后是一个修车可以回血 这样的话咱们就可以达到一个无限生命值 同时那基本的加速 以及这个防护盾是必备的道具 那现在让他们两个在后方菜鸡护卓 咱们坐收渔翁之力 扔出炸弹把他炸掉 哎漂亮 那么后边这个人他想追上我们也是不可能的了 因为咱们已经成功突破终点 车辆的话可以回这个汽车制造厂进行一个配件升级 同时也可以获得开箱子 这个箱子的话如果你不联网的话 它是不会进行倒计时的 那么这里有一个彩蛋呢 你看这个车是迪洛莲 如果看过回到未来的朋友都知道啊 这个的话迪洛莲跑车是一台时光车 然后这个博士是布朗博士 不过这个人物有点像这个动画片里的这个人物啊 因为这个之前有一个这个动画也是有点类似于像这个回到未来的 那么这辆车一看如果是看过这个回到未来的同学 已经知道啊 这个车一看就是这个经典的这个迪洛莲跑车 然后这布朗博士也是做的这个 哎布朗博士好像不戴眼镜啊 那这个博士戴个眼镜 应该是致敬这个回到未来啊 他这个车后边带有这个装置 应该是这个可以飞行的吧 不过咱们对决博士的这一关的话 其实现在这个配置还是不错的 你必须要拥有一个攻击武器 如果你两个都是加速的话 那么肯定是不行的 因为都是加速放地雷 你必须要在这个博士之前呢 但是博士的车比咱们要快很多 所以远程攻击成为咱们的独一个目标了 好的升级我们这辆蝙侠汽车18个零件进行升级 哎升级以后 那么这些装备的话咱们还可以换一下 那头两个这个是锁定的是不能换的 那么只能换后面这个 那后面第三个的话 咱们需要五级才可以解锁第三槽啊 那前期的话就是两槽 然后下方有多少刚多少 如果是绿色的 那左边比右边大 那么你就可以升级啊 然后上边这个右上角的这个字符 这个数字是代表了 他会需要多少个能量值来进行使用 那么对于咱们匹配装备 也许有一个更为好 这个巧妙的这个预算呢 哎这个是瞬移加速啊 还是挺好玩的 那咱们这么说是两个加速 加一个冲撞 最后一个应该是往前冲撞啊 不过这个加速 哎付对没有了 哎他们好像对我们进行了疯狂打击啊 我去这个第一名还是不是太安稳啊 咱们迅速加速来跑到前方 还是留一个护盾嘛 因为护盾还是比较有用的 好的加速 再次套着护盾 终点既在前方成功过关 那本机游戏呢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你喜欢看我们的视频 请订阅少过玩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各位的收看